大家好,历秋以后在北方种植的生姜 逐渐的进入生长旺盛期 不管是地上的茎叶或者是地下的根茎 都同时进入了生长旺盛期 这时我们养护是非常关键的 一定要给它注意好 首先第一点就是追吸养分 如果这时没有及时的追吸养分的话 导致养分供给不足就会使姜块生长的比较瘦小 甚至也容易出现了各种病虫害的发生 那么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一般都是以三大元素为主 像这种塑绍复合肥所含的氮磷甲元素非常丰富 尤其是微量元素 蓬心氧化铭等等都是比较全面的 只要我们的生姜失收的养分就比较全面 也不会出现 因结束而引起了不生长 或者是叶片发黄干枯等等的一些现象 当我们给它补足了养分之后 它就会大量的发生分支 还有树叶也逐渐的增多 随着叶树的增多 叶面值也逐渐的扩大 另一方面地下根茎也会逐渐的生长庞大起来 我们种植的生姜也能达到高产 只要肥足了 直到收获的时候 大概需要的时间 70天左右 我们都可以给它丰收 当然我们除了给它养分之外 水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由于长势快 也要给它勤快一点浇水 但是也不能让土壤长期湿润 一定要保持土壤有折肝细寻完的状态 才能使根茎长得更加快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